我花550元買一台PS1 好啦其實這台PS1喔 它是不能夠玩遊戲的 單純的模型而已 另外呢在片頭大家有看到這一台啊 這一台反而是mini PS 然後呢這台是可以玩遊戲 不過它是不能夠換光碟的 所以呢它所有的遊戲都是內建 在之前我的影片當中也有分享過開箱的片段 那為什麼會把兩台全部翻出來呢 主要就是因為啊 這一台也是非常mini的PS1模型 這一台呢也是mini PS 所以呢基本上等一下我想要把他們兩個 稍微比較一下大小 看看這兩台的大小呢 誰勝誰負好不好 接下來我手上這一盒PS呢 其實是萬代出的模型 它這個系列呢名稱是叫做Best Hits Chronicles 除了有PS以外還有另外一台Sega Saturn的主機 這個之後呢也會來組裝給大家看一下 那PS第一代呢其實在我的印象當中啊 是同學家擁有非常多非常熱非常潮 而且遊戲超多 那個時候呢真的很氣 為什麼呢因為想買遊戲 這就是不能買 因為遊戲主機太貴了 想玩真的都是玩不到 它這台比例呢其實是有點由來的 因為這個五分之二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25週年紀念 它是在1994年的12月3號的時候出了這一台主機 然後經過九年多的時間它賣破一台 其實真的非常厲害 因為它是第一個把電玩主機銷售到這種境界的主機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啊 除了這個名字喔 PS的PlayStation在上面以外啊 它這邊有一個PS的官方授權 真的是非常酷 而且呢這台主機應該是最早期的機型喔 這個時候的機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影片呢 反正當時的PS呢是可以看VCD 然後可以聽音樂 在那個時代給我的印象啦 但是呢SATON的話就是要另外插影像卡 才有辦法去看影片喔 所以我覺得這兩台主機還是有點差別的 其實說實在這一盒模型喔 真的不算大的 因為它整個大小真的是蠻小的 而且其實裡面搖起來 我感覺零件是沒有很多 不過呢在網路上面看到它的新聞啊 是有寫到它這一盒的模型裡面的東西喔 就射出來的一些塑膠 是非常非常的精密的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把零件全部卸下來之後啊 等一下跟大家來看一下這個零件的部分喔 看到底有多麼精細 因為我自己對它是非常好奇的 OK 現在呢就馬上來把它給拆開來 然後呢我們來分裝一下這個零件好了 好 終於全部都把它給拆完了喔 其實在拆的時候啦 原本我是有拿工具在那邊小心翼的弄 但是後來呢我還是用小時候最土砲的方式 就是直接在那邊鑽鑽鑽鑽鑽鑽 慢慢把它拆下來 當然這樣子啦可能會有點小小的 隱藏到模型 所以比較不好菜的地方我都還是會用刀子啦 或者用其他工具去稍微把它給切割下來 其實小時候在玩模型真的沒有玩這麼貴的 以前都玩那個坦克車一盒10塊20塊的 這種模型這樣子 我買的價格是550 授權的費用應該佔蠻大的比例 齁 這兩張貼紙的size有夠小的 還好的 我準備了小小隻的鑽子要來用一下 接下來我們旁邊看這裡啊 這個應該是模擬IC版的部分 但其實這個是沒有上過顏色的 所以你看不到那個PCB版上面有軸線的那個樣子 接下來這裡有一區是手把的部分 有LR的按鍵啊 還有這個十字鍵啊 跟圈圈XX 差點講ABSY 然後接下來這裡還有一些比較小的 這個不知所謂的零件 這一塊不知道是什麼的板子 非常的立體 像有什麼電容啊 有一些這個應該是排線之類的 全部都有出現 但是這一塊是咖啡色的 我還不知道這個用哪裡 上面這個的話就應該無用自已的 它就是主機的基板 哇 晶片啊什麼的都有上去 電容啊一些小小的一些街頭等等的 全部都上去了 不過說實在的有點小可惜的地方是 這個如果說你要真的做到很精細 要看到整個裡面喔 會比較像電路板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這一盒會變成2000塊起跳 因為可能還要多一點印刷 所以會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就是整塊塑膠什麼顏色 射出來就這個顏色啦 然後這底殼啊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在旁邊這裡有做假的螺絲樣子 散熱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網狀的地方 它是真的有開孔的 所以可以看到有空隙 這個呢應該就是上面的機殼了 這個非常經典的機殼 旁邊這裡還有一個是手把的連接線 這個真的超級酷的耶 而且我還特別準備了樂高的大小 來當一個比例子 大家看一下 這個手把的大小 跟樂高人手的大小 這個真的是 差不多耶 真的是差不多 可是呢它雖然小歸小啊 其實上面這個 LR的部分有沒有 也全部都有出來 然後小小的十字鍵這裡 也都有出來 所以它的細節其實是有呈現的 背面的話也是有的 而且這裡一樣有做上一個 假的十字螺絲在裡面 光碟上蓋這裡有一個PlayStation 還有它的Mark在上面 真的非常的酷 然後這邊有一個點點 這是點字嗎 還是單純的提醒人家按這邊 那有些零件真的是有夠小的 大家看我這樣手拿起來喔 小到一個不行 真的小到一個不行 而且還有這種透明的更小的零件 非常誇張 光碟的部分呢 它是一張這麼小的圓盤 再拿一下樂高人來稍微比一下好了 它其實跟樂高人的高度差不多高 然後等一下會貼貼紙啦 所以看起來會稍微有質感一點 不過其實這面積拿來貼紙喔 還是會有點怕 怕它裡面跑那個氣泡 哇這個就糟了 說明書的部分呢 它有用上彩色的 不過這個彩色只有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呢 組裝部分還是一樣 以黑白印刷 作為每個步驟的那個講解喔 好終於組完了 那這個 主機真的是小到一個非常的離譜 它差不多兩張名片左右的大小而已 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而且它有非常多的細節 全部都是透過這一個貼紙來做呈現 其實貼紙喔 我真的個人是非常討厭 不管玩樂高玩模型 我都很討厭貼紙 因為貼紙真的是最搞剛的一件事情喔 這個貼紙大概花了我20分鐘左右 實際上模型呢 我大概只組了十幾分鐘 所以你就知道了 這個貼紙真的有多難用 這一台呢 其實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啦 它的手把這個地方呢 是真的可以插進去的 所以它這邊可以 我插錯邊耶 它是真的可以接進去的 接進去之後就變這樣 一隻手把的感覺 不過只有一隻 它沒有附兩隻 不是可以2P嗎 可惡 然後記憶卡的部分呢 它其實也是可以插進去的 記憶卡可以插進去 這樣子打下來 也是OK的 好不好 但是這個孔 我個人覺得這邊設計也不是很好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個擋板 但是這個擋板啊 它要用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卡住 它沒有那麼滑順 接下來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真的可以打開 只是它不會彈起來 它裡面沒有彈光 然後打開之後呢 光碟是可以擺進去的 擺進去 它可以像 真的像CD片的光碟一樣 可以把它擺著 夾在裡面 然後可以轉動 然後它的細節其實呈現的蠻好的 因為它這邊還有一個透明的 塑膠零件 然後做一個很像讀取頭 光學讀取頭的感覺 這個地方我是覺得還蠻厲害的 就是它真的可以打開來 可以放光碟 所以你如果擺起來的話 也還不錯 背面的話呢 這邊就做得有點陽春了 因為它雖然說一樣有這個可以接插頭的地方 但不能插 然後再來這邊是完全就是 原本的零件顏色而已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陽春一點 這個東西呢 它是可以打開的 裡面沒有藏什麼啦 反正就 就一個可以開的小機關這樣子 其實整台大小呢 我覺得像這手把 真的是非常小 小到一個很離譜 不過細節該有的都是有的 只是說呢 來跟迷你PS的手把對照一下 就會發現它這邊還是有少一些東西 大家有沒有發現 還沒發現對不對 好我馬上來拿給大家看 OK 那麼這就是迷你PS的手把 跟這個 超級迷你模型PS的手把 因為這個是要做給人家玩的 所以它真的會比較大一點 所有按鍵喔 都是可以用的 有沒有發現它有什麼地方不太一樣 好 還沒發現對不對 好我來跟你講好了 就是上面這裡有一個索尼 它不見了 不是我沒有貼貼紙喔 是它真的沒有貼紙 沒有附上去 這個做工啦 算是非常的精細 連後面的螺絲孔位喔 幾乎都是一樣的 迷你PS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大小 就比這個模型 還是大上蠻多的 而且啊 其實這個模型 還有一個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 迷你PS這個是假的 因為它所有遊戲都內建 它雖然是有彈性喔 可以按 按起來的觸感也不錯 但是呢就沒有辦法 把它整個掀開來 可是這邊的模型呢 是可以掀開來放光碟的 我是覺得有點小小色差 再來是 Sony的地方它其實也沒有貼 所以我在想 這個是因為 授權 有PS的授權 但是Sony是不能夠掛上去的 接著背面的部分呢 哇其實也是做得非常像耶 它連這張貼紙也把它貼上去 真的是超級無敵可愛的啦 這台型號 其實我個人真的覺得 它的價格上來說 是稍微的高一點點 不過因為它是有授權的模型 就覺得萬代的模型 算是品質還OK 重點就是它有授權嘛 OUR해서權這就是唯有X 如果說今天 喜歡組模型的 想要買一台小模型回來擺的啊 這一台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它也可以打開來 可以有那種裡面放光碟的感覺喔 真的是非常酷 而且它就是更鏽真的感覺啦 所以基本上你再收藏起來 看起來也會更不一樣 好啦那麼這一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llie �neyt會 Fuß 我是洛卡我們就到處見囉 來圖SS